台灣最狂的盛紀盛典就在屏東 而且它把大家對於最難斷的這個屏東的縣市 直接就寫說超級難 超級難 不是要罵人喔 是超級難 南方的難 其實它就是要讓大家看到說不止屏東的美 它裡面有十個亮點 從生活上而且還有在地年輕人的創意 然後再結合傳統的最傳統社區長輩他們生活的方式 它是把現代跟傳統全部做一個結合 其實我會覺得說我看到幫麥縣長 我應該是說有史以來我對於屏東的印象就是春那 好像年輕人只有在春那的時候 我就我要去春那我要去屏東才會有很多 甚至有國際世界各國人會來參加春那 這個樣子的音樂盛事 但是你看光哈同志經典的燈會到這次的國慶 甚至還有這個是一個雜誌他們是 直接介紹時尚雜誌 這是國際型的喔 那個設計展還在進行當中 要到20號 所以它是把屏東變成一個要上國際化 然後讓大家去更熟視 說屏東其實不是只有墾丁而已 其實屏東還有很多的地方 甚至像我那天看竹筠姐姐才知道原來屏東是直播嘛 原來屏東是我們台灣唯一能夠產出可可豆的一個地方 天氣溫度夠熱 所以你就看一個縣長他對於自己縣市的重視程度 關心程度 甚至他對於負責任就是 啊好我活動辦完我待到最後 然後發現說整個人潮已經還有接駁的問題 你看他在臉書上他是直接寫說 送到最後一個遊客離開 旅客離開 觀眾離開 他才寫 然後因為大家罵聲一片嘛一定就是因為人潮疏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第一個他不推託 他就說我他們會負責任 縣市政府負責任 但是他講的一個重點是 希望所有的民眾給予警銷人員 志工人員還有醫護人員在現場的這些 希望他們給他們說聲謝謝 因為很辛苦 然後就把所有的責任放他自己身上說 我們會檢討 希望大家把罵聲就放到市政府身上 那會努力 所以你再看一下說高雄市政府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辦活動其實也都可以 可是當你看到就是一個國家慶典 然後高雄市政府歡迎大家去現場的時候 那最後你到底有沒有講出一個說 對於高雄市的願景 或者是對於高雄市政府自己辦活動的負責任 誠意跟重視的程度到底到哪 他好像就把它當作一個行程 我到了我致死我離開就這樣而已 可是這是高雄市的主辦耶 你怎麼會沒有在現場然後講完就消失不見了 我覺得啦你不一定要消失 但是我覺得你會應該要讓高雄市民覺得 你跟高雄市民站在一起 是 是享受高雄市民感覺是就像我平等我驕傲 或者是我高雄我驕傲 可是現在好像大家對於說出自己是高雄人是一個好像說不出口 然後覺得我好像看到說韓國瑜跟高雄畫上等號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是一個跟以往的光榮程度不一樣 你知道像我之前去前幾天受邀回那個文化政治系去演講 然後我就在跟大家講說 那我們這次有沒有人去屏東啊 然後是什麼 那現場就有一個學生就說 然後講說這有幾個高雄人 你知道嗎 他就指他的同學是高雄人 那他們要不要回去聽音樂會 然後他朋友就說你幹嘛說我啦 不想他演出來是高雄人喔 對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推他同學說你幹嘛說我啦 然後就是你感受到就是 跟以往就是覺得說在以往大家會覺得說 我高雄人啦 那種感受度 我台南人我台北人 我屏東我驕傲